她曾为她做过爱情里最残酷的选择 她说你要我还是要我 要我妈要我选 要选一 我说你要妈妈你就选妈妈 你要我你就放妈妈 两个你要选择一个 我选择了她 可婚姻却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美好 结了分第二天我就自杀了 我发那个毒誓 要我父母发毒誓 怎么又怎么 我都不知道做了多少遍 发毒誓发了多少遍 她就是不信仰我 他们都觉得 自己才是婚姻里的受害者 可现场的观察员 却无人为他们感到同情 甚至调解员胡建云这样断言 夫妻俩是否一开始就拿错了考卷 今天再次面对 亲情和爱情的选项 他们是否会重新提交一份答案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牌条件 亲情爱情二选一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登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个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熊女士 一位是戴先生 好我们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 来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结婚到现在 这一次是磕磕磕磕在纠结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我跟我老头子结封的时候 他写好了 和他的家庭脱离关系 你今天是要求他落实 还是说希望他妈妈那边能够做到 他已经答应了我个承诺 就应该要给我 你要他给你这个承诺 他给过是这意思吗 那现在没有做到 你认为是他的问题 还是他的家庭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他个问题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怎么办 我现在得病了 我没用了 他总是要把我 把我安置好 要保证我个生活怎么样 那你和他的婚姻 要还是不要呢 他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我随便 戴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他是一个心里面有个心结 他是一直都没打开 他自己难闪通 这一件事情的话 他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不会影响 你们自己的生活 没错 那事情本身是 真的是很难解决吗 那个引起矛盾的 引起心结的那个问题 严重 我觉得这个状态严重 状态严重 熊女士说 结婚时 丈夫明明答应了 和母亲断绝关系 还签下了脱离母子关系的 可最后却没有能遵守诺言 这叫他无法接受 究竟是什么样的矛盾 要让戴先生在结婚时 和亲生母亲断绝关系呢 事情还得从三十多年前 夫妻俩的相识开始说起 他是一个国体夫 我是一个有大女 工作大女 我家里是绝对不同意的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用熊女士的话说 两人门不当户不对的 恋情并不会看好 但戴先生为了能和熊女士结婚 不仅大手笔拿出了七千块钱礼金 还掏空积蓄 在老家做了一栋房子 因为我们一开始租着人家的房子 破破烂烂的 他看着他就不如意 我就把自己一些积蓄就拿出来 跟家里一起合伙 做了房子 就这样 戴先生用实际行动 打动了熊女士 两人很快喜结连礼 可他没想到 新婚的喜悦还没散去 家里就险些闹出了人命 结了分个第二天我就自杀 自杀 新婚第二天就闹自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十月份拿了结婚证 我们就商量做九个四 一月一号做九 我也不知道他跟他妈妈说 说我们没钱了 又拿了七千块钱 我们那边过礼金是吧 跟你做了房子 确实没钱了 我说就你拿一点钱到家里 你妈妈去买菜 到家里做就更省了一点钱 不要到酒店去包酒席 是吧 结果就拿了钱给他妈妈 他说要他买七桌酒 买一两百斤米 后来他又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讲 七桌酒要一两百斤米 他说不做了不做了 他就拿他妈妈买车 就拿走了 临时临刻就到店里 订我们这份酒席 订我们这份酒席 他爸爸妈妈毒气了吃 他弟弟妹妹毒气了吃 一分钱都没包理 白白吃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合肥 加错了 你知道吗 结了分个第二天我就自杀了 一下这个情绪就上升到了这么高 为了什么呢 丢脸 一个不做酒 第二天结了分 我们去飞门的时候 没那个人叫我们下去吃饭 我也没那个理 没那个分就在楼上 后来他上来我就生气 生气就跟他吵架 刚才他妈妈就说 说你这个女儿 我怎么这么吵 我说这么吵 我是你们自己讲 我说一个儿子结婚 一定美得不出 这个家庭这样子不伏目 到中那生肯定伏目不了 头一天结婚我就算都自尽算了 大先生回应一下 我是觉得我父母这是做的不对的 我当时也跟家里商量了这个事情 我家里经济难力也确实是没有 但是我出钱给他 他来帮我做这个事 本来你做父母的是应该做的 但父母没做到这一点 其实你心里也很难受 我肯定很难受 我 我就跟他说 我说算了我们不到家里做 我们自己到店里去包 我们就在外面店里包了酒席吧 这一夜我们就要 女方就有那个 回门 回门吧 回门看我家里又没有做这一行事情 别接待女方的这个客 明白 我们又在店里面包了酒席 感觉这个产生的这个矛盾就越来越深 明白 他就这样就纠结起来了 从你父母的角度 其实他们确实有一些做的欠缺的地方 对 没错 这是事实 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对 对于他表现出来的在那个事件 他反映出来的那个情绪和那个状态 这个在戴先生心里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就是说他的脾气吧 脾气比较暴躁 比较冲动 很容易就往极端走 对 在那个当下 比如说你可以去跟他交流啊 或者劝解啊 会有用吗 我劝解了 没有产生严重的好够 自杀虽然被戴先生劝解住了 可熊女士和戴先生母亲之间 却从此埋下了祸根 婚后没多久 心里憋了骨气的熊女士 就对戴先生和家里共建的房屋 提出了一个要求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要求竟然会直接导致了 戴先生和母亲的局劣 造这个房子 当时没有协议 我说这个房子发了多少钱 发了一万二 跟他就说 不错 他是拿了六千五 我老头子就突了一半 突了一半我就说 我要得一半房子 你们从那样的事情 就变成了算房子 因为他不做酒干 我就跟他算这个房子干 你算账的目的是什么 是准备要分家呀 还是要干什么 我就是说他出了多少钱 做了房子 我就要得多少房子 我说我出了一半多 我就要得上面 我要调性好 他就觉得不服气 你知道吗 我霸蛋的房子不服气 他一来跟我吵 就说以后要我不要求他 他不求我 我说你说这个房子 今天说这个房子 签一个写一个协议 我说我不求你 可以做得到 我说不求我 你就可能做不到 又写什么协议 托灵母组关系协议 妈妈签得知道 妈妈盖了手印当时 是戴先生您写的吗 是我写的 他说你要我 还是要我妈 要我写 我要写一 你这个家庭 我肯定以后会有纠结 我说你要妈妈 你就写妈妈 把我关掉 你要我你就放妈妈 两个你要写成一个 在我面前他说可以 我不要妈 写成你 我不要妈妈 你真的觉得应该这么做 应该做 为什么你一个父母 这一点都不能帮 假如没有 他拿钱给你要帮忙 做一下 都不肯做 戴先生 肯定我有一点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他 我就要对他负责 开始是坐在我父母这边 所以说我选择了他 所以那个协议 到底在约定什么 我跟我母亲脱离关系 从此没有任何关联 是 互不负责 互不干涉 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变成两家陌生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真的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吗 我没办法 他已经跟我结了分了 已经怀了小孩 没办法调和的吗 调不合了 两边都很难 因为他一个比较常识 脾气比较暴躁 我妈妈那边 因为没有文化的人 这个老经要转不过弯的人 要改变也很难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 我只有选择他 不管对与错 对 没错 我就是错了 我还是要选择他 明白 不管对与错 我们做完了这个选择 那从此就是各过各的生活了 对 没错 不管对与错 面对妻子二选一的选择题时 戴先生选择了妻子 放弃了自己的父母 他本以为做出了选择 自己和妻子就能安安生生 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夫妻俩都没想到 这份断绝关系的协议 亲属没多久 父母就把他们告上了法庭 后来他就去法院告我 要我出赡养费 要我一个人出一半 父母把你们告了 不是把我告了 就是所有个人都要出赡养费 所有个子女都告了 最后结果就是 判了200块钱 都是200块钱的 就是每个子女 都出200块钱的这个赡养费 然后我就一直才出 你内心接受吗 我接受了 你问他 我一直在出 你怎么想的 200块钱也不多 比如说是因为这 200块钱不算多 所以我接受呢 还是我想通了 我接受呢 没想通 就是觉得不多 算你拿得给他 就等于无数一样的样子 算了 我不计较 我不计较 不计较钱 但是我还会计较人 计较这些事 不错 有个事我不高兴 我就会骂一几几个 这是确实是有 就心里那口气 并没有顺下来 对不对 戴先生 你不明白 为什么老人家 突然把你们所有子女 都给告了 不明白 是不是他们的生活 真的出了问题 不是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戴先生你觉得 合不合理 合理 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我老婆认可了 我就认可 我以我的想法也没有用啊 你要顾及他的情绪 是吗 没错 如果他闹得很凶 你会怎样 直接法院裁定啊 我不能接到这个事情 你也没办法 劝说他也好 没办法 我生的小孩 他妹妹来帮我带小孩 他就从我店里 接到他妹妹 打着走的 所以我骗着他妹妹 帮我带小孩 关系是很僵的那种 是吗 他妹妹 接着就跑 他说不是扫车叫我 我自己来过 就这样的顶着 他妈妈就打他 我说不要 不要带了 不要带了 我必要你来带 算了 所以这就是他前面讲的 我接受了这个结果 但是我心里 还在计较这件事情 没过去 你清楚吗 这我知道 那你怎么办 你躲避 我只有带着他走 这个事没过多久 我就带着他 我就到宜村去了 干脆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对 因为他跟我妈妈 关系不和吧 我肯定是最难受的一个人 是吧 是的 我只有有眼力他们 惹不起躲得起 眼见着妻子和母亲 不共戴天的架势 戴先生又一次做出了选择 这一次他选择 带着妻子远走高飞 除了每年交200元的赡养费外 几乎彻底断绝了 和母亲之间的来往 就在年轻就又生了养个小孩 该去买房子做酒 就我们小家庭过得很好 熊先生也承认 换了一座城市后 夫妻俩确实过了一段时间的清静日子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距离和时间都无法削减妻子对母亲的怨恨 三十年过去了 两人之间还是不能谈及有关母亲的任何话题 否则熊女士就要爆炸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回到这一点 都在这个书上面 有一年清明节 戴先生要回老家给父亲扫墓 为了避免妻子生气 他早早地就和妻子打了招呼 可他没想到妻子还是要找他